走遍中华大地探寻历史古迹 大家好,我是任远 一直好奇啊,田济叛旗之后,孙病去了哪 最近啊,终于有了新的发现 那么这一期啊,咱们就去看一看 我们现在所出的位置啊 是山东省何德市眷城县 鸡山镇面前啊,就是孙病旅游城 左侧写着千年古县孕育一代兵师 旁边就是一个碑,说明啊 这里就是4A级景区 旁边有个售票口,这样我们过去买票 买完票啊,本想直接进入 被工作人员教主说是要登记测量体温 经过一系列操作啊,我们终于进来了 刚才大家应该听见了,门票是50块钱 我个人感觉啊,略贵 进入之后啊,就是一个大广场 在广场边上有一个导览图 可以看出啊,整个区域很大 我们将整个景区啊,拆分为两个视频 这个视频啊,先逛孙病这个区域 从入口向左拐啊,就是兵圣门 一门两雀,合称门雀 门啊,是一门三道 静止进入之后,就是一个迎门墙 上面刻画的,应该是孙病奔旗的景象 顺着一个小路啊,一直向前行走 就是一个将军背离 是80位将军,为孙命顾礼的提词 正面,是将军提词 背面,则是介绍各位将军的生平 以及丰功伟绩 穿过背离啊,就是孙命纪念馆 但是因为那集啊,就先去了厕所 从厕所出来啊,前面也有一些建筑 上面写着啊,兵圣馆 应该是一个博物馆 我们择进碧园 先看这处博物馆 进入之后,对比外面寒冷的天气 内部灯光,让人暖和了起来 在展馆内,慢慢欣赏着展品 突然看到墙上的竹简啊 才发现这些是孙病兵法的展示 再往下走啊,就是一些壁画 展示的是孙病医生的几个重要大事 孙病啊,曾与庞娟为同窗 庞娟后来就出示了卫国 他认为自己的才能比不上孙病 暗地里就派人将孙病请到了卫国 孙病到了卫国后,庞娟捏造罪名 将孙病处以病刑 砍去了孙病的双族 其实这个病刑啊,分为病癖、病脚和病罚 孙病的病也是出自于病刑的病 按照山东的孙氏族谱啊 孙病原名叫孙柏林 被迫接受了病刑的孙病啊 被七国使者看到 觉得此人啊,不同反响 偷偷的用车,就把他载回了七国 出口的位置啊,就是一些卷成民俗的展示 这样啊,这里我们就算看完了 提到孙病啊,想必大家不陌生 在小学课本上啊,记得看过 叫田济赛马 田济背后的这个谋士就是孙病 提到兵法啊,大家首先想起来的就是孙子兵法 他的作者是孙武 其实孙病啊,也有自己的兵法 叫孙命兵法 早在北宋时期啊 就形成了中国最早的这种军事教科书啊 他就叫五经七书 里面啊,就包括孙子兵法 五子兵法 六涛 司马法 三略 然后李卫公 问对 再加上魏料子 就把他们给汇编了 其实孙病最大的攻击啊 应该就是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 就衍生出来的一个成语 来自史记孙子无起列传中的 唯唯旧照 然后孙病在马陵之战 就是孙病剪造 旁娟自闻 也可以说啊 孙病就把他这个仇啊 就给爆了 把他的同门师兄弟旁娟啊 算是就给整死了 这也算是一个历史的小知识吧 从兵圣馆出来 发现前面有一片松树林 近距离仔细观看检见啊 才发现是孙病的迷魂阵 于是啊 决定进去会一会 来回穿梭于各个道路中间 大约二十多分钟 进入穿出探索 编换思路 在此行走 更加佩服孙病的兵法入神 角力虽云弱 心灵尚宛然 休清月孙病 游泻杀鹏娟 最终啊 也是没有找到迷宫的出路 无奈只能原路返回 穿过碑林 再次到达孙病纪念馆 进入之后 豁然开朗 左右两侧啊 一共有八个时刻人物照相 分别啊 就是孙病的八个弟子 道路的尽头啊 就是一个大殿 它的顶子 有点类似北京故宫的中和殿 宋朝称这种岭为戳坚岭 清朝则叫其为传坚岭 撩连而入 针对我们的就是孙病的雕像 前面有贡桌 贡德香 左右两侧啊 有四组雕塑 左侧的第一组啊 是孙病拜师 在鬼谷洞外 围坐着孙病 庞涓 苏勤 张仪 而鬼谷子啊 正在尊尊教诲 最后一组就是孙病归隐 牌子上记载的啊 是孙病晚年 发现其国将相不合 便以身材年糕为由 此官就回到故里了 隐居在景区附近的孙花园村 专心研究兵法 当然也有很多说法 视频开头说的田济叛齐啊 其实也不是很准确 因为田济啊 是被周济和齐王联合迫害下 他就不得不逃出齐国 去往了楚国 正是因为这个时间啊 孙病才选择了龟隐 具体龟隐到哪了 现在在文史界 还是有那么一点分歧 孙病生活的年代 叫做战国 大家都知道春秋五霸 战国七雄 可以说啊 那个年代本身 就是战乱频发 今天你打我 明天我打你 孙病在此时选择龟隐 也算是一种高见 间接的就成就了 自己的孙病兵法 刚才啊 咱们说到了 孙病与庞涓 是同门师兄弟 他们老师啊 都是龟骨子王徐 龟骨子有非常多的学生 都是战国时期的大将 别管玩嘴的 还是真正用武的 你包括田丹啊 苏秦啊 张仪啊 这都是龟骨子的学生 可以说啊 整个战国 就像是龟骨子啊 摆了一盘棋 他的每一个学生啊 都投身于棋中 龟骨子啊 就坐在背后 然后操纵棋局 然后扭转乾坤啊 指手黑白 就相当于啊 他自己在跟自己的一个博弈 记得我在做 辽城马灵之战古战场的时候啊 看了一首诗啊 还是一首词啊 当然时间也比较长了 大体的意思啊 就是 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做的时间确实比较长了 可以看出啊 这个 他非常精准的 就把这些战国的 这算是大将嘛 就集中在了一起 这也算是一个历史的小故事吧 其实这个大殿啊 是有后门的 但是没有开 走出大殿 顺着回廊行走啊 就可以来到孙秘墓 就在大殿的后面 司马迁在史记 孙子吴启列传中说 并生阿隽之间 经专家学者考察论证啊 孙秘的故里 就被定在了隽城孙老家村 当然啊 还有很多说法 这里 被认为是孙秘墓 是因为1990年 孙花园村民 在村东北 向阳河东侧 出处了明代的石碑 上面就刻有 碧墓只深邃的字样 自此啊 就确定了孙秘墓的位置 现在也都是以这为佐证 神道尽头啊 就是孙秘墓 杂草已经覆盖在上面 墓周围环境 对比景区其他的地方 略显荒凉 一块大碑 立于墓前 孙秘墓 在大碑旁边 还有一块小碑 也写着孙秘墓 孙秘紀念馆这个区域 就出去了 好了 孙秘的这个区域 就算看完了 那么这期视频 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喜欢远视频的 记得点赞 关注 评论 转发 我们下期见 拜拜